猴害的问题一直以来是管理单位的烫手山鱼 林管处和东海大学合作 从104年开始推动电围网防治猴子的伤害成效卓著 跨年新政府农业处也特别跟进推动提供补助 108年首度推动受离五件农民的申请 因为效果齐佳 今年度就增加到了14件 农民说电围网有降低果园猴害又不会伤到猴子的情况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无论是网络或新闻媒体不乏充斥着台湾猴猴到果园偷吃的各类负面报道 猴猴无知农民无奈 而跟进林务局防猴电围网的县服农业处 结合东华大学不仅推广说明补助计划 更进一步向农民宣导台湾猴猴生态保育 这种野生动物危害包括猴猴包括其他野生动物 还是全世界都在发生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吗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有这个问题 是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全世界都在集市广益在想办法 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农作物 那怎么让野生动物也是可以活在它该有的岂地 猴害问题不仅是管理单位 更是农民心中的痛 防止猴害的方法五花八门 效果往往没用 农民更是头大 用农天泡来农 结果头几次是效果还不错 结果农几次效果就不见了 就他都不怕 帮我抬走了 我说奇怪 怎么会有黄黄的一粒一粒 我不是在拿走 我没有做木瓜 怎么会有带走呢 我还是南瓜被他抬走了 大概有三分之一 的量 不是他来的时候 他在断桥最大 最先抽的 他有三分之一 就是被他 收获桶 然后再抽税金 这样 新的服农业促从108年起 首度推动防猴电围网 制裁补助 受理五件农民的申请 由于效果齐佳 今年度也增加到了14件 农民说电围网有效降低果源猴害 又不会伤害到猴子一举两得 希望农民知道说电围网的好处跟电围网 怎么架设怎么来申请补助 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种对环境比较友善 那对农民的生计也有实际帮助的方式 来去做这种农业遭受野生动物危害的防治 为了让农民充分了解整个福岛补助计划 以及落实野生动物生态保护 县政府农业处也在全县开办了六场的说明会 而今天也分别在南区的玉里 副里办理宣导说明会 农民也十分踊跃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